《口述影像》 很有幫助 因為我可以從《口述影像》的描述裡面 去感受到畫面是怎樣的情況 以及可以想像得更加豐富 我從小到大很喜歡看電影 但由於我自己因為眼部不好的關係 是多了這麼十年 開始多了《口述影像》的電影推出 我才開始自己有機會去研究這方面的電影 很開心 一起在這個戲院看很開心 我自己覺得這次的經驗很好 因為我第一次有一個機會 聽著《口述影像》去看電影 我覺得是一個和我平時看電影 都很不同的體驗 我作為一個陪伴的人 我都學了很多 在這裏面 是堵不住了 就做不下去了 我在這裏了解背後 其實他們都在這個《盲人庫道》 或者那個《口述電影》裏面 是投資了不少 亦都做了很多 我當時就找相關的負責人 就聊 咦?你們做不下去 其實都很可惜 這個情況 以前應該是六間戲院 就會沒有了三間 其實是否影響到你們的服務呢? 這樣就介紹了頭姑娘 我們就走上去 就在這裏了解 其實是甚麼事呢? 因為以前我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整個製作 整個背景 還有大家是可以做些甚麼 能夠有今天大家坐在一起 我非常開心 也都見到大家很期待 這部電影真的非常厲害 非常好 所以很開心 也都很感謝《盲人庫道會》 一路的支持 資源是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資源是其中一件事 人才培訓也是很重要 是否可以有更多朋友 可以讚稿 可以錄音 其實都很專門的一個職業 如果希望可以 電影業很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本港的電影 亦都越做越好 亦都是越做越蓬佩 在這方面 我覺得亦都可以加強 亦都是可以更多朋友 可以享受到我們的電影 香港盲人庫道會全力推動